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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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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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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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哭得這麼淒涼 你跟那個鄧老爺 不是真心相愛嗎 我開心得哭 公子, 謝謝你的相救 鼠女子無以為報我為 皮水身符, 不用這麼嚴重 是呀, 別說那麼多 後有追兵, 我們快走 李宗盛 李宗盛 兄弟 甚麼事 麻煩你送這位姑娘 出城 帶著她 這是甚麼 他日你夫人鏟頭失貼 只要把她貼在你額頭 可保她平安 真的 好事, 信我 謝謝你 拜託你 對了, 為甚麼你們會這麼巧在這兒 你還有一個姑娘 我們以為那個是你 我 我們回到上山 知道你去拜爹娘還沒回來 怕你出事, 擔心 就來找你 連大哥才擔心 不過也好 總算是錯有錯著 這次也救了個人 你們有這麼多麻煩, 還這麼擔心我 我真的過意不去 你知道我們在摩根的事嗎 我在路上聽到 這麼快就全開了 你也知道, 爹娘一定知道 還有面目回太平鎮 太平鎮這麼遠, 未必知道 你知不知道甚麼是醜事傳千里 是呀 三星館掌門誤重奸計 害死一宗道長 這麼醜的事, 一定會傳得更快 傳傳傳 已經傳到爹娘已終了 算了, 我們回三星館了 我想到一個地方要去 哪有心情到處去 你別管了, 你跟我來 清清, 你就是要來這裡 是呀, 這裡大洞子的許願樹 最有名, 最靈的 三星館也可以許願 要不特地來這裡 怎麼會呢, 三星館那些太上老君 祖師爺全都是自己人 有甚麼不開心的事 或者不好的事 當然是先哄著我們 這裡就不一樣了, 他又不認識我們 我想他們會公平一點 別說了, 許願了 我呢, 就希望連大哥 早日練成功夫可以剷除那些要摩 來… 中了 中了…到你了… 我希望師父快點康復 連大哥, 你也中了 師父這次一定沒事了 何姑娘, 到你了 我也不知道要求甚麼 求甚麼都行 我會決定了 然後… 你和我一起去 我會想說 你應該要�嗎 我會想說 你讓我看來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你會想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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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你這麼努力, 我陪你練 對了, 師父, 我可以練奇門遁甲術沒有? 任你天知己聰明 起碼要再過兩年才能練 你說我大有進步 奇經百脈, 我差兩個就通了 那你再過兩年就通了那兩個 我腳踏七星, 不是快點嗎? 沒有幫助嗎? 好呀…給我一塊石頭 給我一塊石頭幹甚麼?師父 石頭是玉, 驅邪定驚, 帶著它吧 師父, 又不是玉佩, 又不是玉額 帶著石頭幹甚麼? 這就是所謂玉不得, 不成器 人一樣, 不經我磨練就不可以成才 那是甚麼意思? 那是要循序漸進, 玉速不達 玉佩, 你想練奇門遁甲, 還沒夠功力 玉佩, 不信我腳踏七星也要練多兩年 玉佩, 爹 李大哥, 你有甚麼事摔倒 沒有…沒事… 對了, 何姑娘 有甚麼辦法 讓我盡快打通那兩個經脈 為甚麼你忽然這麼心急 又是你教我的 學好道術可以用來保護自己 是, 不過你打通那兩個經脈 你的奇經百物就全部打通了 那就好, 到時候我就可以學奇門遁甲術 用來對付妖道, 替一宗道長報仇 蓮大哥, 但是練功的事 不可以粗之過急 欲粗則不達, 你還是慢慢練 算了…師父也是這麼說, 你也是這麼說 我知道, 我知道也差了, 不練就不練 蓮大哥 我… 奇花子 何姑娘 洗碗嗎? 是呀 要不需要幫忙嗎? 不用了, 免得弄髒你雙手 那倒是 說實話, 你又要負責洗碗 打掃, 還有煮飯, 很辛苦 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以後會用甚麼方法令自己更開心呢 沒有, 師父說我們修道之人 是不應該被七情六欲影響的 所以我盡量不會讓自己不開心 這麼開心呢?這麼開心呢?一定試過 對上一次, 你開心的時候 因為甚麼事呢? 就是吃火鍋那次 那次小師姐又不在 我們沒有旺官, 不知道多開心 吃火鍋嗎? 好 好 果然是似模似樣 黃姑娘, 我幫你試味吧 好 怎麼樣? 湯怎麼好像淡麻麻的? 啼哥, 淡麻麻, 當然, 要拿蘿蔔, 花椒八角 我幫你 不用…我自己來就行了 蓮大哥 你不用管我, 今天無論如何 我都要撞開你的門 其實我不想理你 但是你遇見了幾天好像沒甚麼成績 不如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保證你立憎體力 可能會有些進展 鍾來了 快來, 是不是吃了東西 不等你們 你試試, 不等我了 有位置, 你坐 好… 小青芝姐, 坐這裡, 我幫你化的 好 這個位置我適合, 趁勞 隨便吧… 小青芝姐, 我特地做了一條菜給你 好, 吃吧 行了 掌門, 你練功也這麼辛苦 多吃一條菜 還是你知道我心軒 知道我練功悶悶的, 想吃火鍋 但是這次不關我的事 全權就由何姑娘負責 是嗎? 還有你最喜歡吃的竹筍 謝謝你 你忙了一整天 來, 坐下一起吃 何姑娘, 這邊比較鬆動 多吃東西嗎? 不用了, 這裡有位置 何姑娘, 這邊不是有蘿蔔嗎 有沒有蘿蔔 我馬上拿一下 謝謝 平時都不見何姑娘發險要做東西吃 你看她今天走來走去多熱心 怎麼這麼奇怪 大家熟了 人與人相處得耐, 自然有感情 爸爸 謝謝何姑娘 謝謝 何姑娘, 不夠燙了 我去拿 謝謝 我去拿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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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吧 謝謝 喝得了 親熱吃, 我有吃的 飽了, 散步 還有點菜 不要了, 飽了, 吃了 走吧 好飽了 辛苦了 好 冬菇也好吃嗎 不要了, 吃了 你吃了 他快點贏 不走啊 你吃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甚麼 好了, 各位, 早飯開始 這麼淡? 誰煮的, 誰煮的 好, 肥巴豉, 你們忘了放鹽 人家一時不忘了放鹽 人家不忘了朝早上去煮 好了, 別吵了 小明子, 你去拿鹽來 是的, 小師姐 美大掌門, 鹽 好 好 有勞掌門 有勞掌門 大家傳開去 姐姐, 你還沒放鹽, 我幫你 我不要了 小師姐… 我幫你拿 不用了, 我自己來 自己來 小師姐 姐姐, 你怎麼進來的 你沒關門 幹甚麼?你不舒服嗎?沒用力 我睡不夠而已, 我沒事 睡不夠? 但是最近經常不夠睡 你是不是有甚麼心事?說出來聽聽 說給你聽也沒用 不是, 告訴我 我可能能幫你 你不說不知道 好, 我問你 如果有人喜歡你心裡有好心愛的事 你會不會讓出來 這樣嗎?看看他是誰 一個很值得你幫的人 要看看他是否真的這麼喜歡 又看看我能不能放手 應該會 真的? 不是, 但我一定要問連大哥的意見 甚麼?有人想要你最喜歡的事嗎? 是誰 不是, 告訴我 我幫不了你, 連大哥也能幫你 你知道, 我一說 連大哥一定會幫你出頭 說吧 那你休息一下吧 不夠睡, 還是早點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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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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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誰弄弄我了 我殺人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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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師兄, 別走, 怎麼會有毛巾 骨…骨…龍青青 你死了 青青幹甚麼事 你們大哥, 你會慘了 你們 這臭小子真是真厲害 藏着這女人來有沒有看見過 真是真棒 我早就覺得小青青也不簡單 為甚麼在我們三星館發生這樣的事 我知道是我們不對 要罰的話就罰我一個好了 你們別難為青青 大師姐, 不關連大哥的事 不准叫我做師姐 你根本就沒心上來學道 你根本就不屬於愛三星觀 我要你馬上離開 我要求法外留情 不行 我以掌門身份留下清清 不可以, 你根本就不是正式的掌門 那何姑娘呢 何姑娘可以留下, 為甚麼清清不可以 你還好說, 何姑娘留在三星觀 已經是有違教規, 顏外留情了 況且現在你明知小清之還是女扮男裝 你身為掌門, 知虧犯虧 更加不可以原諒 師父, 最多以後我用心練功 我… 你現在說甚麼都沒用, 他一定要走 我用心練功追求�� Jidia 你自己用心練功追求 清清, 你在收拾東西嗎? 要不需要幫忙嗎? 不用了, 我已經收拾了七七八八了 我沒有帶甚麼東西來 用不著可以讓我帶走 其實你是不是很不捨得連大哥呢? 你知不知道, 我千辛萬苦 女扮男爭上來三星觀 我也是為了照顧他, 在他身邊 可惜現在我這麼快就要走了 要不可以留在他身邊 我真的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再見他 可能這是天意 別忘了 姐姐,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走了之後, 你替我照顧連大哥 他練功很辛苦 你多煮一些好東西給他吃 替我照顧他 三星觀之中, 我最想得的就是你 你放心, 我一定會 那我就放心 路上要小心, 盡快回太平鎮 我知道了, 我不在這裡照顧你 你要小心點 我要小心點 我會的 還有, 我給你那兩道道符袋好吃 要記住, 洗澡睡覺也不要脫下 他可以保你平安 你放心吧, 你今早說完又說 我反過來也記得了 你讓我再跟你說這次吧 我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再見你 蓮大哥 蓮大哥 回去, 如果你爹還在罵你, 要忍一忍 不要再上來找我了 你放心吧, 我會留在太平鎮等你 你要比心一些練功 不過不要這麼粗魯 靜靜, 我捨不得你 你別這樣 如果你想我們快點團聚的話 你學好道術, 剷除妖魔 那到時候就可以… 蓮蓮, 我答應你 我會加緊練功, 盡快學好道術 到時候… 你把你的口令也選擇了 你來一下, 我想把你也能思考 你也請看 多勉強, 劉強 一點, 回音 你會有點不待 我對啊, 你想啦 你elp, 你誰 我心想好嗎 你比較不敢 你舉個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掌門, 按筋 掌門, 喝杯莫里茶 不用了 不適合人心果 都說不用了 說謊 掌門練員工一定要喝莫里茶 要吃人心果 怎麼今天掌門沒有用心 你在想甚麼 好, 吃 又是這兩道菜 好悶 好想把豆腐找東西煮一下 淡模模 算了, 別吵了 好又一頓…吃飯 那些菜是肥花子煮的 你還看她有挑花嗎 小春紫桿 你看看這種菜 硬得像柴皮一樣, 怎麼吃 你看看… 不知道怎麼炒 小春紫桿 一個一個不喜歡吃的 就沒吃了 如果覺得淡的, 自己下醬油吧 別吵了 下醬油也下醬了 快點了 快點了 是呀 你說甚麼 你們現在上來學道 還是來學喝喝吃吃的 小師姐就算了 各位師兄弟 大家記不記得小青紫臨下山之前 叫我們聽小師姐說 不要這麼多聲氣 最多我下次多加點鹽 大家吃飯好不好 好… 阿威, 吃完飯要找粗糕 不行, 我要去打水 我要去打掃 打水就行, 打掃就行, 打球就不行 現在三星官, 甚麼都淡然無味 嚴羅王派你來, 像攝青鬼一樣 龍姑娘走了, 何必這麼兇 是呀 快起碰, 跟你下山刽水 來 為甚麼 不是去看老花院 我能讓他公開手 來 怎麼這麼大件事 看起來好像父母都相亡 你說甚麼 不能呀 一個二個 自從我忘辭大會時 就像打算あ爹一樣 龍姑娘走了 就等於是楊子去死 我真的很悶, 你顧一下我的感受好嗎 這裡是三星館 我們第一天上來這裡就是這樣 你不滿意的就改頭而紅軟 你以為我不想嗎? 這裡悶鬼死人, 甚麼都沒有 對了…悶的去打關斗, 去死吧 去…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可以的, 凶不凶啊 師叔, 你在幹甚麼? 天氣這麼好, 拿些經書出來曬曬 這本名字怎麼這麼有趣? 不鬼混材, 師叔, 甚麼鬼都會混… 這些書你不能看? 你怎麼這麼緊張?我看兩頁 不能看, 不能看 你又幹甚麼? 我問你在幹甚麼? 你去看書吧 師叔, 經書房裡那麼多書你不拿來看? 師爺, 經書房也是書, 這些也是書 我喜歡看這本不行嗎? 經書房的也是書, 這裡也是書 經書房的書你能看, 這裡的書你不能看 為甚麼? 藏經國的書是我們祖師爺精心研究出來的 連掌門還沒有資格看, 何況你… 師叔, 如果書稍後快點放進去 免得被無謂人胡亂搞 你去找吧 我知道了 五香菇花茶 師父, 你真厲害, 一聞就聞一聞 是徒弟特地拿來敲敬你的 你千萬別讓賢丹子知道 不是呀, 你生日生日都沒飯吃 是師姐她不懂事而已 是呀, 像那個醉先蕭顯輝一樣 人家一樣喝酒, 捉鬼也一樣捉得這麼聰明 蕭顯輝?我沒聽過這個人 我聽師叔說, 還有個五鬼很有名的 我們道家只有神仙, 哪有鬼的 不是吧, 那五隻鬼還曉得運財 你說那個是五鬼運財經 是按八卦方位, 會穿偏財又正財經書 哪有鬼呢, 你真是 師父, 拿到這本經書, 打筆算句 然後花錢賺乳子, 移花好對舊 可能比以前更好 不過當然了, 不用說了 師父, 但為何三星罐還是這麼窮? 三星罐是正道之罐, 五鬼運財乃偏滿之財 就算我肯用拿著床經國鑰匙的原單紙 也不會讓我用這本經書, 傻子 原單紙 何姑娘, 你想找甚麼? 秘巴子, 我們有沒有腐竹? 腐竹…昨天煮菜的時候剛用光了 那沒甚麼了 何姑娘, 你找腐竹幹甚麼? 沒甚麼, 我看連大哥最近喉嚨嚼嚼的 我想煮糖水給他吃 你不如這樣, 你煮湯丸給他吃 一來可以滋潤, 二來可以應節 應節?拍甚麼節? 今天天寶丹 天寶丹? 明天寶丹 明天寶丹 何姑娘, 你來得正好 你想想有甚麼辦法 可以盡快打通我的奇經法物吧 我這樣練法 練到七六八十都沒搞定 不如今天先別練功了 為甚麼 你記不記得今天是甚麼日子? 天寶丹 是呀 我答應過你, 天寶丹帶你下去玩 是呀, 天寶丹帶你下去玩的 好多人很熱鬧呀 好漂亮呀 想不到天寶丹那麼多東西看的呀 那邊更多東西看的, 去那邊吧 好呀 天寶丹, 這邊是甚麼 那是風車嘛 是呀 會轉運的 這個呀 好呀 這個也不錯呀 對呀, 這隻好看的 我喜歡藍色 走吧 你看看那些閃, 都看了屍的呀 熱不熱呀 那邊有東西看, 過來呀 看那些公仔, 怎麼搞呀 好可愛呀 怎麼搞呀 這裡挺有趣呀 看我大肥佬的肚腩很大, 像不像你呀 不, 像師父呀 像師父呀 你看看樣子 你們猜一猜 風車 不對 老闆, 究竟猜甚麼的呀 動物, 兩個字 好貴 完全不對 松鼠 很難的呀 沒錯, 現在猜第二條 千條線萬條線 落在水中看不見, 猜一景象 我知道 即王坐 那是書呀 那些人在那裡幹甚麼呀 猜燈迷呀 燈迷呀 猜燈迷呀, 猜燈會怎樣的呀 我知道呀, 是下雨 猜燈 這張花燈就是你公子的, 謝謝… 喜不喜歡呀, 我有一張照片送給你的 我去那裡逛逛 真是被那個情侶猜到真是不見 你真是沒用的 你怎麼猜燈呀 你放心呀, 下個燈迷我一定猜得中的 大家猜大個燈迷呀 這個花燈很漂亮呀 紅包包白包, 白包包豬膏 豬膏包紅棗, 猜一水果 龍眼 錯 蘋果 錯 雪梨 錯 西瓜 錯 你知道甚麼嗎 就是荔枝 這位公子來猜對了 這張花燈是你的 你怎麼這麼喜歡, 送給你 謝謝 看你開心得到 以前沒有人帶你下去的嗎 沒有的 我今天很開心 謝謝你帶我下來玩 不用 不過有些人不明白 甚麼 你們怎麼會搞這些天寶彈的 這些是風俗習慣 那花燈會呢, 怎麼會搞花燈會呢 你今天這麼多人問的 你先回答我吧 花燈會呢 是撤合世間上有緣分的人相識的 那怎麼才算是有緣分呢 這個我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我現在很肚餓 我帶你去吃湯圓吧 好啊 來, 這邊 老闆 是 兩碗湯圓 是, 馬上拿來 你當湯圓我嘗試吃過, 很好吃 是嗎 是, 湯圓兩碗 兩碗客官問我吧 謝謝 湯圓又圓又大顆 又沒有餡料 不知道怎麼包的 我包的也包不了 湯圓是用來吃的 不是用來看的 你是不是不吃 不吃就給我 甚麼不吃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幸好沒有弄掉我的花燈 你不用這麼緊張 當然緊張, 你送給我的 今天天保蛋 這兩碗是我送給你們吃的 今天和你夫人吃得甜甜蜜蜜 年生貴子 我們好似夫婦嗎 還說, 吃吧 爹, 你餓不餓 買兩碗鬆糕給你吃 好…我們沒吃鬆糕很久了 不好了, 剩下一個錢吧, 兒子 不要緊, 難得一年一度的天保蛋 總之我們一家人開心心就行了 是 給我兩碗 好 你也贏一碗吧 好… 一起吃 一起吃 真的, 沒吃很久了 走過那邊 這家人真有趣了 一件普通的鬆糕也吃得這麼開心 剛才你拿著花燈的樣子就開心了 要求簡單一點不好嗎 這叫知足常樂 就像我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不願意做甚麼掌門 我只求可以見我爹娘 娶過妻子 生幾個胖胖白白的小孩 然後一家人開開心心地生活 我已經很滿足了 你好了, 起碼有家人可以牽掛 對不起, 看了你的身世 不要緊 不要這樣, 開心點 我們下山是玩的 來, 吃湯圓 來… 我會讓你一起玩 我啦… 不, 我可怕 我 Gonna… 不, 我不… 相信大明星 神經病, 你在這兒幹甚麼 小書姐, 我在這裡看書 看書?這麼晚看書看的是Felibre 不好意思, 吵著你 晚了, 快點回房間睡吧 晚了, 小書姐 肥巴子, 天師弟好像在哭著 簡直哭得Felibre 好好的, 為甚麼無緣無故在哭著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收到一封家書, 說他媽媽過世了 是嗎 人生中多少驚討, 一生幾許煎餓 每次跌倒, 怎算好 我是我的一套, 再次接到警告 命運令我有遺憾 人時要經得多少新路 一生幾番的苦惱 再要過多少遠路 事與友好傾訴, 時事向天吐告 扭轉名訴 就算佛夫 還要過等人 很過分, 無緣無故在一起 我們為甚麼不得了 我們為甚麼不得了 我們為甚麼要可以